大家好,这里是小熊美食 猪蹄营养丰富 口感Q弹好吃 含有大量的胶原蛋白 被誉为美容食品 虽然猪蹄看着油腻 但是脂肪却比肥肉少 做法也很多 可以用来红烧、卤制、炖汤等等 都非常的美味 大家都知道 一头猪有四个猪蹄 两只前蹄、两只后蹄 今天这个视频就来给大家分享 猪前蹄和猪后蹄哪个好 它们之间有什么区别吗 跟着视频一起来了解一下吧 由于猪是比较懒的动物 只要运动于前半身 所以猪前蹄因为运动量大的原因 外观看上去比较粗壮 肉质也比较多 而且肉质吃起来的口感是比较紧实的 由于经常运动 猪前蹄肉皮上褶皱又多又明显 但是猪后蹄运动量少 所以褶皱比较少 看起来比较光滑 再来对比一下猪前蹄和猪后蹄的骨头 由于猪后蹄运动量小 肉质比猪前蹄的要松垮 它只是起到一个支撑身体的作用 所以骨头就比较粗壮 口感逊色于猪前蹄 而猪前蹄运动量大 骨头比较细 切块后有粗粗的蹄筋 再来看看猪蹄的脚趾 猪前蹄的脚趾是长得一样的 扶摸上去比较光滑 而猪后蹄的脚趾呢 是一个大一个小 摸上去手感比较粗糙 由于猪前蹄肉多口感好 所以适合用来做红烧卤制 口感饱满有嚼劲 味道也更香 而猪后蹄呢 肉少骨头粗 可以用来炖汤 比如用黄豆花生搭配来烹饭 味道非常的鲜美 大家在购买猪蹄的时候 只需要根据自己的烹饪习惯来买即可 最后提醒一下大家 猪蹄虽然好吃 但是它的脂肪含量 相对于瘦肉来说 还是比较高一点的 肠胃消化能力不好的中老年人 或者是高血脂的人群 不适宜多吃 看完以上的视频 大家对于猪前题和猪后题的区别和用途 都有很清楚的了解了吧 如果你觉得我的视频有用的话 欢迎点赞关注加转发 我们下期再见